大家好,我是卢凯 我是坐的轮椅上的一名上山君 坐轮椅已经四年多了 对于坐轮椅来说 上下床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可能很多刚刚受伤的一些轮友 脊髓损伤的一些轮友 他们还不知道怎么能够自己完成上下床 在部队里都是战友帮我 把我抱在轮椅上 把我抱到床上 那个时候属实特别的麻烦 每一天都需要别人抱到轮椅上 抱到床上 那种感觉真的很不舒服 今天教大家一种简单的 从轮椅转移到床上 从床上转移到轮椅上的一种方法 首先先调整一下轮椅 靠在床的旁边 接着先把一条腿轻轻的放在床上 然后把另一条腿也同样放在床上 然后把轮椅旁边的副手拿下来 然后把两只腿变拢在一起 左手按在床上 右手按在轮椅的副手上 轻轻的用力就上来了 我受伤的位置是胸椎四五 现在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是怎么从床上转移到轮椅上去的 首先先把轮椅靠在床的旁边 轮椅要和床重斜对角 然后把煎饼全大葱的容量全部转换在手上 来一个乾坤小螺椅 转移轮椅的时候身体一定要保持好冰红 因为你是全村的希望 出门一定要穿好鞋子 我们山东日照的冬天还是比较浓的 愿每一位能有朋友每天都能够过得开心快乐 希望能有朋友们好好的锻炼 能够靠自己完成上下轮椅的这个动作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可以留言评论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